跟郭台銘的咖啡之約到底約好了嗎 其實幕僚有在接觸 因為要談什麼都還沒確定 而且還有一點總是要有一些有初步的結論才比較好談 至少要談論什麼要清楚 所以不急啦 這種重要的事情不會一下子就做好的 所以下周時間是對的嗎 其實有在幕僚先讓幕僚先動 先讓他們去先做一些初步的作業 那這樣藍白河有機會嗎 我跟你講喔 常常這樣嘛 不急嘛 我認為啦 其實最後決定的還是人民 我還是相信台灣人民有智慧 所以我們常常正式人物 哪裡是自己在決定做什麼 都是人民推著我們走的 郭台銘說他一直在等你的電話 這不急嘛 這個總是我講過嘛 人家討論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還沒有打算要回覆電話給他 不急啦 不急啦 現在每一早電子報最新民調的話賴清德已經破四成 那你的民調有微微的下降 那你怎麼看 啊這個民調本來就是 這表示說我們要更努力而已啊 就是這樣 林富南有建議說 如果到時候變成是柯侯佩兒 然後郭台銘當立法院長 你覺得這個是民眾黨的定調嗎 不會啦 我想他已經說明了吧 這應該是他個人的意見而已啊 所以你認同這樣的意見嗎 我跟你講喔 這個 我常常知道的 巴士沒有一撇要講這個幹什麼 那郭台銘有說喊話 國民黨應該要把立委席次讓一些給民眾黨 這也是一樣嘛 國民黨也不會聽郭台銘的話嘛 所以這種東西 我是講嘛 巴士沒有一撇你知道嗎 不必講這些都沒有用 那現在沈富雄提問說 你喊說要跟那個政黨領袖交流 你不選的機率很大 我都不懂 那這兩個有什麼邏輯關係 無法理解 那接下來這個跟郭台銘和侯友宜的見面 是下一階段你的目標嗎 我倒覺得這樣啦 其實我跟你講 我有想過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的國事會議 在現階段最有資格出來是誰 蔡英文 因為你是現任總統嘛 對不對 對 應該 其實從李登輝到現在 整整三十幾年 我們都很少主要的政黨領袖 對整個台灣面對的問題 大家討論一下要怎麼應付 不管是能源 核電 甚至產業發展方向 兩岸關係 以其我們都要看一下說 我倒覺得這樣啦 其實最有資格出來當召集的人是蔡英文 我們先打問一下說這個郭柯宏有些說下週要見面 那這邊也說可以跟你們哥哥哥來見面 那未來是不是確定就是在下週會來有這些聚會呢 那現在其實也有人認為說因為三個人好像看起來都不可能會讓 會造成這些談的結果會有一些可能落差呢 我們先用正面 用積極的角度 我相信三位彼此都有直接溝通的管道 而且會很通暢的來溝通 那不管是兩位兩位見面或者是三位見面都可以 我相信只要多溝通 大家多相互的展現善意 我們最後大家就必須要團結也一定要團結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主流的民意 那我們大家都一起努力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每一位都已經釋放出善意 也都在積極的推動當中 那至於我跟柯主席那更沒有問題 我們是老同學都一直保持暢通的聯繫 那立委席事部分國民黨會多理讓民眾黨一點 有關立委提名的部分 國民黨跟民眾黨我相信都已經提名到一個差不多的階段了 我們大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共識 就是絕對不要造成輕痛愁快 不要讓民進黨躺著選 所以我們都有這樣的共識 所以在各地我們都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默契了 那至於還接下來還有什麼 我想有機會我跟柯主席見面的時候再談 所以你昨天有拋出要跟政黨領袖對話 那昨天民進黨那邊他們是用三問來問你 那我想這三問你應該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你怎麼看民進黨他們現在要你先跟自己對話 然後在國民黨這邊剛剛朱立倫也說他願意跟你坐下來 來聊了 那你有沒有就是說預計什麼時候最快可以跟他聊 那要聊什麼 但是你這樣子的話是不是也認為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是朱立倫說了算 那侯友宜的話你可以透過朱立倫來這邊來談 第一你這個問題裡面又包含好幾個問題 他剛才在講說 昨天那個民進黨後來人出來講 我覺得是這樣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從來都不需要出來面對記者 只能派發言人 發言人他也是正面的 其他都是網軍 側衣 名嘴再來打我們 他的第一條是說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題目 老實講今天處理兩岸關係 蔡英文總統怎麼講的 他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們今天講的有脫離那個嗎 不會嘛 我相信賴清德也不敢出來說他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他不作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老實講這種問題是很有很清楚的答案 不管怎麼樣啦 我們現在的治權沒有基於對方的區域 這很清楚嘛 第二點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的領土還包括大陸地區 所以這個 這種題目是有標準答案 我相信賴清德也不敢反駁 所以來爭辯這一條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大家很清楚嘛 現階段維持現狀是不得已的選擇嘛 甚至是唯一的選擇嘛 所以在這個地方每次在講銅啦 毒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沒有必要啦 回答民進黨的第一條 第二條 他說我要不要重啟胡茂 我跟你講你不講我還不生氣 看我就更生氣 這個什麼柯文哲要重啟胡茂 從頭到尾都是假新聞 你們在之前有看到我什麼時候出來說我們要重啟胡茂 後來我去問我那個幕僚說這怎麼回事 我們就是有一個白皮書的草 在討論的草案 流出去了 就把那一段結出來 後來那一段是什麼 抄到 是抄陸委會的網頁 我一開始 我的講法跟十年前沒有改變 要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因為你總是要有一個規範 不然兩岸之間簽那麼多這種協議 你總有一個規範 所以要先簽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一定是貨貌先處理 最後才處理胡茂 因為胡茂牽涉到底會比較複雜 我的講法跟十年前完全沒有改變 民進黨每天在做假新聞 我就覺得 何必呢 他昨天問我第三條是什麼 芒果 中國的 這更奇怪 前幾天你們問我 我不是回答了嗎 這種一下子進這個一下進那個 就兩邊在構造 我也講了 其實這樣做 只是讓台灣的人民 人心越逃越遠 我都講得很清楚 他當發言人沒有每天在監看我的電視 他說不是很奇怪 請他認真一點 國民黨你沒有回答到 這樣 談還是要談 我倒覺得是這樣 既然我們都講說 我以前在之前的那種場合有講過 1990年 李登輝總統跟黃信介開過國事會以後 從那時候到現在 幾年來 三十幾年嘛 90到現在 三十幾年 我們從來沒有針對國家重大問題 大家坐下來談一下 我也認為啦 談以後也不會百分之百相同 百分之百相同就變成一個黨就好了 大部分的情形還是會有爭議 但是爭議會減少很多 所以對於這種國內的重大爭議 本來就要建立一種溝通的文化 所以沒問題 還有一點人都不曉得 人家都跟我說 今年台大校慶會非常熱鬧 因為我 朱立豚 賴清德 都是民國六十八年進台大的 所以那台大校長遇到我說 哇 這個一定會很熱鬧 特別要講什麼你知道 我跟朱立倫 40年前就認識了 所以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認識 所以溝通沒有什麼問題